僕 僕 僕就是我的意思 可是奇怪 大家聽到我 就 是不是馬上想到 這個嗎? 念法私 私這個說法嗎? 對,沒有錯,它也是指 我 還有,有沒有聽 或是看過這個 這個是念 俺 就是 子 我 這個單字有僕 私還有俺 有很多種不同的說法 那到底差別在哪裡 最廣用的是這個 私 私的用處就是 大人或者是女孩子 女生就很適合用的 可以嗎? 所以女生的話 從小到大 都是說 私 私 私 男生的話呢 男生比較複雜一點一點 通常 男生小時候 大概是還在讀書的時候 就用僕的機會比較多 僕 僕 我 但是這個場合是 大概是自限於 男生講的 而且 年紀比較年輕一點 可以嗎? 那 俺呢? 俺是怎麼樣? 俺是有一些 頑皮的小孩 好像一種表現 那種 驕傲的感覺 或是高傲的感覺 來自稱說 俺 俺 所以 像很多日本的卡通裡面 有一些男主角 太有霸氣 那些男主角說 俺 俺 OK 但是 如果你實際上 你已經長大了 還在別人面前說 俺 俺 感覺 非常的高傲的感覺 請小心 如果男生也是長大之後 就是用 私 特別是在正式的情況 私的機率 比較多 因為這個是比較正式一點的說法 當然 就算你長大以後呢 也是 如果在對內 就是在家裡 或者是跟很熟悉的朋友之間 說僕 僕 也是沒有問題的 那我們看看例句 僕 僕 來月 から小学校に上がります 僕 來月 から小学校に上がります 僕 來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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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から小学校 小学校 に上がります 好 就這樣子 看一下例句的意思 我 單主題 來月 から 從 下個月 小学校に上がります 上がります 就是上學 上學 或是升學的意思 那升學 到哪裡呢 就是 國小 用你這個助詞來連接 小学校に上がります 哇 意思是 他一定是六歲左右吧 所以很適合說 僕 僕 這個說法 高校 是 都 們 那 是 要 到 太 去了 字幕提供